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567集 大有来头的女人 喜白白 在场几人都露出意思 这是要战斗呢还是要暧昧呢 你 这个身段很好的女子顿时翻脸 她以亚生强者自居 言行间禁闲自负 现在居然被人拿撕碎的信纸扔在脸上 被她视为羞辱 一时间她杀机毕露 兴演缘争 露出凛冽的寒意盯住楚风 你这是在宣战吗 楚风没搭理她 而是在第一时间暗中告诉猴子 不管那个所谓的小姐有多么厉害的身份 伏击目标也必须得有她一个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听到了没有 宋信的女子贺问 她虽然骄傲自负 言语间不敬 但是却也没敢真动手 开什么玩笑啊 曹德之凶残早就传出来了 另外这里还有六尔弥猴兄妹 有彭族与盗族的浑室魔王 真要动手 估计最后她是横着出去 我家小姐请你过去 你不听也就罢了 你还敢这样对我 她再次贺问讨要说法 她那是请我吗 那是命令我去请罪 她让我过去我就过去啊 她是我什么人 楚风看了她一眼 脸色浮现寒意 她确实心头火起 她来战场是为了魔力己身 结果呢 到了这里 依然遇上这种事 有些人想只手遮天 对她潜规则 但是她是这种人吗 要知道 在小阴间时 她就是赫赫有名的人贩子 可着劲的狩猎神子 售卖圣女 在阳间也不可能认怂啊 所以不久前 她就化身成了暴躁老哥 很耿直的二次打残红声 行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别后悔 这个女子冷笑 一甩一袖子 漫天飘舞的信纸 画成鸡粉 楚风直接拎出狼牙 大棒指着她鼻子 再敢跟我用这种语气说话 我让你知道花儿 为什么那样红 女子脸色骤变 那大棒子上密密麻麻的 钉子寒光闪闪 非常丰锐 都要触及她的鼻子了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于恫吓 她眼中的这个野人 太肆无忌惮了 面对她这样的信使 居然魂不在意 要知道 她追随的人来头很大 那位小姐身后的家族 更是极其不好惹 曹德 你很好 今天我不与你一般见识 我去如实 禀告我家小姐 一切后果自布 女子说道 向后退去 她愤恨无比 每次跟随她家小姐出行 无不被人恭维 哪里遇上过 今日这种情况 她觉得 拿手指向她的鼻子 也就罢了 那个野蛮人 居然用狼牙大棒 点指她鼻子 野性难寻 太蛮横了 你再威胁我一句 试试看 楚风血气滚滚 虽然在金身层次 但不惧亚圣 就这么逼过去了 迷清无语 清理如先的容颜 略微愕然 这是她哥的那条狼牙棒 很快她恢复平静 这个曹德 还真跟传说中的一样凶残 难怪连她哥哥在第一次见面时 都被她揍了一顿 迷清清楚的知道 这个女子背后的小姐来头有多么的大 兄弟 好难不跟女头 让她走吧 彭万里抱住楚风的那条手臂 还真怕她一棒子抡下去 在这里傻生 现在 楚风在他们眼中 俨然已经跟疯狂起来 连自己人都打这个传说话等号了 还真怕她当场发作于癫狂 如果让楚风知道他们的念头 保准先打他们一个满头大包 行 我走 曹德你记住 你注定没有什么好下场 敢轻慢我这个姓氏 撕碎我家小姐的姓坚 不服从她的命令去请罪 你等着好看吧 那女子冷笑扬着下巴 掀开大帐 向外走去 楚风面沉如水 又一次被威胁了 而且 还是那个小姐的侍女 呼咙一声 这一刻 她猛然智出 将狼牙大棒丢了出去 用力这叫一个猛啊 满是风锐钉子的大狼头 直接翻着跟头飞了出去 太迅击了 这一刻 别说那女子 就是弥天 逍遥几人 都没有反应过来 压根就没有料到 曹德直接下黑手 他们真是头大如斗 那女人非常的不好惹 哪怕跟他们几人都不睦 他们都在犹豫 要不要伏击那女人 现在曹德这么干脆 第一次见面 就先打她是女了 显然这个女子压根就没防备 她不认为 以自己的身份 临走前还会挨一棒 哭的一声 这壮弱雷霆般的狼牙棒 光束滔滔 正砸中那个女子的后臀 这叫一个凄惨 她直接就横飞了起来 血液似箭 曹德 她怒吼 羞愤 简直不敢相信 剧痛难忍 屁股都被狼牙棒给砸烂了 你再敢威胁我试试看 楚风黑着脸 而且她直接迈开大长腿 追出去了 女子儿的一声残叫 崴家心惊肉跳 架起一阵狂风 直接逃顿而去 可以看到 她画出本体 是一头壮弱 黄鼠狼般的寿类 周围黄蜂大作 飞沙走尸 眨眼就跑没影了 她真不敢听下 就没有见过 这么可恶的男子 居然对她动手了 砸得她屁股开花 让她休肺欲绝 恨死曹德了 外面 有不少精深层次的进化者 来自各族 看到这一幕后 全都目瞪口呆 暴走老哥 你可真行啊 我服了 你咋说下手就下手啊 再能不能大气点 优着点啊 彭万里在那里直搓手 实在有点不知道 说啥好了 叫谁哥呢 你们都比我老 楚风强调 可是 这是重点吗 无论是彭万里 还是猴子都无语了 觉得曹德关注的重点 怎么会如此的清朽神奇呢 弥青也是无言 但很快又抿嘴偷着乐 感觉这个曹德太有意思了 非常拎不清 跟那些俊杰比起来 真是奇鬼 从而与众不同 同时 他看着大帐外的血迹 以及远顿而去的那股狂风肿 他都为那个女子 感觉屁股疼痛 这也太倒霉了 遇上这样一个 凶残的德子呗 这时 金身连营中 许多人都被惊动 知道了什么情况 全都无语 这曹德还真是 耿直啊 真性情 又得罪一个 大有来头的女人 只有洪胜宇洪宇兄弟 二人得西后 忍不住大骂 耿直 干屁呀 那个曹德绝对是故意装的暴躁帅直 其实很可恶 呸不是东西了 同时 洪胜心虚 他曾让人说他冤 估计话传到那个女子的耳中 就冲他们间一定的交情 估计也会帮他出头 可是却没有想到 曹德太凶残 将那女子信使砸了个屁股开花 天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其他后果他不清楚 但是有一样 他立刻就体会到了 因为曹德又来了 趁他祖父再次外出 而找上门来 认准是他搬弄是非 噼里啪啦 又将他给揍了一顿 我曹 曹德 他恨不得破口大骂 刚换好珍稀大药 这才又要养好伤 他打野的又被揍了 同时连带着他弟弟洪雨 也又被暴打一顿 气得直翻白眼 直接昏死过去 在昏尘中还在痛得抽搐呢 关我什么事啊 又不是我喊他来向你问的罪 曹红咬牙切齿 他不知道又要养多久的伤了 这大药遭见了不止一株 太浪费了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就是你喊人来的 楚风都不带听他解释的 打完人后 直接就拍拍屁股走人 大爷的 这洪生气得哆嗦 真想跟他拼命啊 太可耻了 太可恨了 太可气了也 他洪生也是一代高手 居然落到这步田地 兄弟 兄弟 你今天也太猛了 就这么对一个女人下手 不太好吧 彭万里说道 楚风的耻笑 他都蹬鼻子上脸了 我还能陪笑不成 惹了本作 我还管他是男的女的 这是实话 当年在小阴间时 他又不是没对那些圣女下过手 捆了一群 最后还卖出去不少呢 同时 他对自己孩子 他妈最初都下过黑手 打生打死 最后意外 有了小道士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